接着带您来看到新竹竹北爆发了签户级之乱 为了减缓疫情的冲击 新竹见竹北市公所拍板定案 所有的市民不排附不分零 所有人都可以领到6000块钱的民生纾困金 而这消息一出之后 遭过了1200位的民众赶到护证事务所办理签户 洽工的人数高达平日尖锋时刻的4倍之多 这也让护证人员加班到了隔天的凌晨1点才办理完毕 护证单位提醒说事后还会查核 如果发现没有居住事实的话将会开罚 护证事务所被挤的水泄不通 长长人龙看不见镜头 新竹竹北市公所宣布 12号以前涉及竹北市 人人都能领到6000元民生纾困金 不过却引发千户之乱 千万民众赶着办理千户 为了减缓引起冲击 竹北市公所利用嗤窟盈雨 补发6000元纾困金 但12号却造成护证大乱 有入超过1200人办理千户 5点下班时间到了 还有超过800人在场等待 县府也紧急调派其他乡镇的护证人员到场支援 所有人还因此加班到隔日凌晨一点才办理完毕 业务结束是在13号的凌晨 大概1点05分的时候 最后一个身份证制作完毕 那也很感谢县府紧急调派其他乡镇这个护证人员 周四一天 竹北护证所掐公人次高达平日尖锋时刻的四倍 有人从台北新北等外先是跑来办理 还有人一次签了七八人 最后总计有853人在12号成功入籍 不过护证单位也提醒 事后还会查核 如果被查到没有居住事实 恐加挨罚 普发的6000元可能全都赔上 不过这回主委是公所以纾困为名大撒币 已经让全民感受到金钱的魅力 记得徐志前新中报道